今天寶山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993年特輯俑者或者俑德特輯都有念 這有俑者系列的第四部曲 第四個作品俑德特輯 出現的應該算是第五架 第五架的合體機體 應該算第四或第五架的合體機體 前面就是火車合體 然後猛獸 跟那個工程 然後這一組是所謂的 台灣叫做急救特輯 或者是急救列車都有能念 四肌合體的其中一個 它主要是會合體成這個 但是說真的本人買不下去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貴 大概會接近一萬塊的一個售價 就是四肢同時 然後這個是本人之前 什麼情況下拿到的 我就真的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用一個 我覺得自己都覺得很低價的方式拿到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 等有機會抽到後面的那個鑽頭 然後噴射 還有那個所謂的警察的這三個 所謂的列車合體的部分 在一起介紹 但是我想應該是沒有機會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拿過這個 所謂的 這一個是噴射合體的部分 但我覺得噴射合體後來好像裂掉 然後後來本人又 在意外中拿到了所謂的台版 台版的其實也蠻少見 那反正就是很多的意外 那本人就想說反正這組好好的 就直接介紹一下 雖然沒辦法介紹它的大合體模式 但是至少可以介紹它的單機模式 這一組叫做 救火前者 我們台灣是叫做 台灣翻譯是叫做救火列車 那其實它的造型就是一個消防車 我會拿到這組因為我真的有點忘了 而且我還 它那時候給我時還多給我一隻 一隻 另外一隻殺肉件 打開到裡面這樣子 兩把槍是裝在 兩把噴射水管槍是裝在肩膀上的 那裡面打開到機體 列車本身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結果以前的 玩具塞保利龍裡面 是真的蠻爽的 但是 有些時候就是會像這樣子 打不開啊 會卡住叻 然後 所以 所謂的消防車模式 側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前面車頭這樣子 是一個消防車型態 後面這樣 那 後面這一個 雲梯車的這個 這應該算是噴射管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可以拿下來的 拿下來這樣 然後就放在旁邊啊 車子這樣子 輪子 八個輪子都可以動 側面這樣 那 開始介紹 車子模式就這樣子 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變成機械模式其實很簡單 先把 先把哪裡 先把這邊 從上面看比較快 這裡 這個隔板 往上折 往上折 然後 手臂 旋轉一圈 手臂 旋轉一圈 然後 車頭的部分 這邊 看起來 像旋轉 往下折 這個部分變成在前面後 扣上 往前扣啊 它往 照理說是往上折後 這邊 往前推 這邊會更正持平 然後就會固定住了 上面這黑色卡榫 往上推 臉就露出來了 這就是它的單機模式 它的 機械模式 它算是 所謂的 急救特輯裡面的隊長 然後剛剛介紹的那兩把槍 它不是拿在手上 它主要是裝在肩膀上 這樣子 然後槍拿掉 我記得手好像也可以拿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啊 手可以拿嗎 手也可以拿 對 那可動的範圍 頭部 頭部 是不能旋轉的 頭部 不能旋轉 雙手 雙手 雙腳 它是 其實是可以往前啊 它是可以往前推 為什麼推不開 欸 好像不行 不行 不行往前推 手 呃 手臂 神像關節啊 這聲音真的好聽 手肘這邊是可以往上推 往下 是這樣子的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啊 那它可以變成 所謂的列車模式 其實也很簡單 就變回原本的消防車模式就好啦 手臂先往上折 往下扣 往下扣 扣 扣完後 車頭 欸 臉先收起來 車頭這邊往下拉 往下折 變這樣 它就變成 列車模式了 好 這個模式後 原本的列車 原本的消防的後面這邊兩個卡榫 跟它的腳掌這邊兩個卡榫 扣起來 這樣就 列車模式就變形完成 然後按到一講上面就是開始放那個 所謂的其他的 警察列車 噴射列車 跟所謂的鑽頭列車的部分啊 但 因為本來沒有 唉唷 掉了 覺得有點可想 然後它可以變成所謂的 那個 緊急試體合體的模式的那個 護衛前者其實也很簡單啊 就 我個人都覺得 這一組 變形的機構蠻多 但是我覺得都變得還蠻好看 先把 先把哪裡啊 先把兩個手臂拆開 然後 往 往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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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左右兩側一推 一推 噢鋼音在這裡 這在鋼音 1993 然後是 往上推 推成這樣子 上面這樣 上面這樣 手臂 這邊 往下 這邊 這卡錘真 緊緊 這邊 這卡錘 真的是太久了 太緊 那個聲音真的 聽得很爽 但是又有點讓大家害怕 拿另外一隻來變好了 等一下喔 拿另外一隻來變 這隻太緊了 太緊了 緊到讓人要懷疑人生 這隻比較鬆 這隻啊 消防車模式 上面這樣這樣 然後一樣 兩個手臂 兩個手臂往兩邊側 側完後 整個頭先往上推 推起來變這樣子 變這樣 就一樣旋轉一圈啊 把列車的頭露出來 然後 手臂往上 往上後 注意看這邊有一個角度啊 他會 往下推 這邊的時候 他手臂是可以往下 往下 往後推後 他這個會卡住 然後卡住後 整個手 整個腳 原本的他的腳 往下推 變成手臂啊 另外一邊一樣 這樣子 然後手臂往下拉 這樣才對 然後 原本的手掌的部分 折成這樣之後 這邊 會有個角度 變平啊 像這樣子 這樣子 兩隻手就這樣 然後 腳掌這邊打開 拳頭就可以露出來 這邊打開 拳頭就可以露出來 合起來 扣完 變這樣 然後 大合體的頭在這裡啊 這邊有個卡榫 壓下去 頭就可以露出來了 所謂的 護衛前者 急救列車的頭就露出來了 後面這樣子啊 那底部的部分 就可以其他幾個 腰身跟所謂的雙腳 就由他的 其他幾個去合體啊 那本人是沒有拿到啊 拿到台版的 然後槍 一樣可以裝在他的 原本的手臂上 然後列車 的消防的雲梯 這應該算是 後面這邊 這邊的兩個卡榫 跟這邊的卡榫 扣起來 兩張 這樣就變形完成了 那變回去也很快啊 這一組 我不知道怎麼 這個系列很少找 然後我那天 看到日拍 這一組到四萬多 四萬多塊 四萬多塊 五萬 日幣 真的還蠻驚人的 我發現 有些戰隊真的是 你放久了那個很可怕 手臂攤開 然後一樣這邊卡榫往下推 先把拳頭收起來 拳頭收起來 拳起來 拳頭收起來 拳起來 頭部往下折 整個圈頭往 整個車頭 這樣子 原本這樣嘛 然後他就往下轉一圈 車頭就露出來了 然後 整個腳掌往上 然後這邊再 這邊再往下 這樣子 整個腳掌往上 跟手臂合在一起後 這邊 扣起來 旋轉 轉過來 就變形完成了 上面上 側面上 正面 然後雲梯車再裝回去 這邊兩個圓形卡榫 跟後面的腳掌 這邊本是腳掌的卡榫 扣起來 雲梯車模式 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要變成所謂的列車 列車頭的話 只是把雲梯拆起來 雲梯這邊扣起來 然後 車頭整個旋轉一圈 扣完 就可以了 然後照理講 這兩把槍 到時候會裝在所謂的那個 警察列車上面 但本人 沒有日版的警察列車 就不介紹 這是列車模式的車頭 這組售價 單單這組售價 我倒是沒有看到人才買 所以我就不清楚這組的售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尋找 有些時候會在意外中拿到一些 我自己都覺得還蠻微妙的商品 這是1993年特級俑者 的第四架機體 緊急試體合體的 急救特級 正式翻應該叫做緊急特級前者隊 那主要的工作是在現場做救援的動作 因為它主要都是救援 就是救援的部分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到 不錯價格的那個 霹靂列車或噴射列車 或鑽頭列車 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是 蠻希望可以讓他們站在 站在一起組合而成的 那今天介紹到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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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